Hello 大家好 我是梅生 年前已经介绍了雅各的衬衫 九木丸的裤子 八行鸟的西服 今天给大家分享敬霸的夹克 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来测评 因为夹克的范图是所有服装品类中最广的 仅款式的分类就已经有八种 我挑了款式变化最小 市面最常见的飞行员夹克来测评 这类夹克不像西服一样有着严谨的工艺要求及版型标准 含量其好坏的主要因素在于面浮料的品质 设计细节及穿着舒适性 这次测评我一共购买了四个品牌做对比 这四个品牌都是观众朋友问的最多的 分别是金霸 七皮狼 哈吉斯和比因乐芬 金霸有着专注夹克40年的美意 但是连续20年夹克市场综合占有力第一的 却是七皮狼 哈吉斯是被暴行鸟收购的一个韩国休闲时装品牌 中高端定位 比金霸高一等 样式也比金霸年轻 比因乐芬是典型的国内一线男装品牌 主打高尔夫休闲 近几年商议和影响力十分不错 这批衣服都是在网上买的 挑的都是商场同款的2021春夏的新品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先看金霸 这三件都是1680元 挺贵的 每款可选的颜色几乎都是这种比较深的颜色 春夏的夹克不建议购买太深的颜色 看起来很沉闷 也很商务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水纯比较高的这一件 这是斜纹尼龙面料 带一点点弹力 面料厚度一般 但绝对算不上薄 手感也略显有点伤硬 2000元以下的夹克用的最多的就是尼龙和具体纤维 大家要知道 尼龙和具体纤维的透气性都是很差的 初春的夹克讲究的是轻度保暖 春夏的夹克讲究的是柔软透气 购买时请认准穿着的季节 如果不是初春穿着 版型起寸尽量不要买太修身的 面料也应该以轻薄为主 那以做法尽量透气 这件衣服的面料效果我觉得还可以吧 另外这两件就比较一般了 一般都是30多元一米的面料 我们看一下其他部位 前中拉链和螺纹是飞行员夹克的灵魂 最求档次的一般都会使用像这种的金属拉链 最求轻量化和风格化的会考虑尼龙和素质拉链 同样的拉链品牌下 金属的要比普通尼龙和素质的贵 这件使用了亮银色的金属拉链 不是YKK的 但是暢滑度 还可以 普通衣服暢滑度是行量拉链的最重要指标 这方面YKK做得最好 拉链的品牌一般都会写在后面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顺便说一下 金属拉链的材质是铜合金的 使用不同的金属元素 变得出不一样的颜色效果 价格也相差只快钱一条 黄金闪闪的金铜色几乎是最便宜的 反而亮银色是最贵的 因为亮银色用到了稀有金属 镍 螺纹方面 这件衣服使用了单肠贬值效果比较轻薄 上面也有提花效果 但是单肠的效果容易出现弹力不足 验证的方法就是用力拉直下 如果回弹效果不错 穿着才不会变形 这件效果不错 我们看一下里面 那里做的是船里设计 百分百G纤维的条纹里布 有点厚 咱这衣服穿起来绝对是不透气的 使用浅色条纹 无非就是想和面料撞一下色 使衣服没有那么显老 结合面料特性 这件衣服更适合南方出春时 大概20度的温度下穿着 再往后的话就有点热了 但是从设计的角度看 刚刚告别了严冬 初春的颜色应该是朝气磅礴的 主色调应该是那种扶苏的颜色 所以这三款产品除了老还是老 我能理解飞行人夹克的款式简单 但是我还是期待能见到一点点上新的小细节 但是长件衣服没有任何一处能够稍微打动我 不对 价格还是令我挺震惊的 我认为这个衣服封顶是不能超过800元 但是它卖到了1600元 适合年龄在45岁左右 但想把自己穿成55岁的男士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七皮狼 大家如果经常逛七皮狼天猫旗舰店的话 应该会发现里面的产品明显比竞巴的年轻 甚至比福建其他几个品牌都年轻 这是因为它里面很多款式都是EFNC系列 它是七皮狼旗下的一个快时尚系列 所以很抱歉 我没能买到七皮狼帐线专柜款 我买到的这三件张是EFNC系列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一个系列的水平如何 这件是296元 超薄抗UV紫外线效果 挺适合夏天户外穿着 这件599元 特别和静巴的十分相似 我把它叫做商务款 各方面和静巴的几乎一样 但穿着舒适度比不上静巴 主要体现在面料舒适度方面 浅粉色的这一件533元 从造型上看衣服比较挺会有型 这个颜色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但是不可否认它的确更年轻 在静巴那里是找不到年轻颜色的 至于纤维面料带弹性 做了附膜处理 因此它能防风防水防污 官方叫微弹科技部 其实这面料是很常见的 压根算不上科技 面料表面会比刚才静巴那件 尼龙面料更光滑一些 但是因为做了附膜 所以它更厚 更硬 更不透气 看一下细节部分 双肠螺纹带提滑效果 比静巴的会厚重一些 但感觉有点松垮 拉一下 果牙弹力不够 易变形 大家遇到这种手感松垮的螺纹 要特别留意它的螺纹弹力 洗过指示就报废了 拉链使用了SBS亮银色双头金属拉链 两个拉链头的 坐下来的时候 底下这个拉链是可以打开一点点的 打开一点点 坐着会更舒服一点 开车的时候舒适度尤其明显 现在国外的大牌秋冬的短夹课 几乎都这么做 在拉链方面这件衣服比静巴的更上一筹 其他地方长件多处拼接 袋盖袋 装试脉 这些表现出来的效果 会让衣服更有内容 也让我接着设计更用心 看一下那里 也是船里布设计 它使用了很薄的晚颜布 虽然这晚颜布很廉价 但透气性的确比刚才 静巴的条纸布更好 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缺陷 就是摩擦几下之后 会粘肉 夏天年又是很痛苦的 这件衣服的总体感觉 在外观上我认为还可以 穿着体验上一般 还是面料有远度偏硬了 还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春夏款用这么厚的面料 做防风防水处理 是怕冷又怕下雨吗 好像必要性不大 但怎么说 这衣服的水准是值533元的价格 如果放在秋冬装里面 同样的效果价格可以翻两倍 看回七皮郎的这三件衣服 虽然说是EFNC快时尚系列 但仍然摆脱不了商务的影子 主要体现在面料使用上 尤其是这一款 比账限的还要商务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如果款式喜欢七皮郎的价格 我认为是良心的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品牌 哈吉斯 这品牌的价格很纯粹 休闲就是休闲 不会想休闲又做的商务 这两件都是尼龙面料 薄的这件1800元 厚的这件2000元 两件的面料手感 都比刚才几件细腻很多 估计面料价格50元左右一米 薄的这件用的是 配色的尼龙拉链 很轻 厚的这件用的是 列重一点的数字拉链 两件的拉链底都加了底巾 都是标准的飞行员夹克 刚才七皮郎和静巴的都没有 两件都是提花的螺纹 薄的是单长 厚的是双长 弹力效果都十分不错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双长的弹力 和刚才七皮郎的弹力 哈吉斯的明显好很多 口袋的做法不一样 一个是拉链带 一个是袋盖带 四合扣颜色 碰上了和三参一样的颜色 其他细节我们通过图片看一下 看一下内里 厚的这件做的是全里 网络的品质比刚才七皮郎的好太多了 车主卖的方式也更精致一些 薄的这件做的是五里 这样的好处能用衣服更轻薄 更漂逸 半工艺会比全里的复杂一些 骨位都需要包捆条处理 因为没有了礼物遮挡 车缝的缺点也会暴露无遗 对做工要求更高 像这件做工水准就十分一般 内部车线及线头不够精美 另外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件 2690元的洗水夹克 是飞行人夹克的衍伤款式 领纸和袖口做了变化 取消了螺纹 因为要达到洗水起皱的休闲效果 因此面料的选择比较硬朗 尝现出来的效果是达到的 总的来说 哈吉斯的产品 喜欢休闲的可以考虑 但是价格有点偏高 最适合的价格应该是1500元左右 我们最后看一下比因乐分 这个品牌比哈吉斯 列嘎端一些 主打高尔夫休闲 这两件算是运动夹克了 不是飞行员夹克 大家没有做飞行员夹克 价格分别是2380元 和2680元 这两个面料一摸就知道是进口面料 无论是色泽 触感 做工 及穿着舒适度 我认为已经是无可挑剔的 可以说是远超另外三个品牌 用到这么细腻的夹克面料 商场的售价不会低于2000元 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一个面料的印花图案 像不像某个品牌 国内一线品牌一贯的做法就是 设计比不上 面料来凑 我们看回细节 都使用了YKK理容拉链 顺滑长度没得说 衣服所用的金属件也很好 下摆处的相金品质也很高 看回里面都是传理设计 所用的礼布虽然也是板摆基纤维 但是品质感也很好 是那种让你摸起来不像画纤的感觉 总的来说 这两件衣服的主要诉求是为穿着者 提供超一流的舒适性 这方面别乐分做到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金把夹克的穿着舒适度不错 搬面料显老 总体感觉很商务 产品缺乏亮点 如果不是45岁以上的人士 不推荐购买 如果是按1600元的售价 性价比极低 最适合的价格应该是680-800元左右 大家要看准才入手 七皮狼的EFNC系列 产品会比金把的明显年轻 也更具设计感 产品售价比较合理 但是产品与风格不是十分匹配 定位快时尚 但是产品到处还是商务的影子 如果对这点不在乎 喜欢的款式可以入手 无论是金把还是七皮狼 产品品质都属于中等靠上的水平 产品的整体感觉属于比较典型的跑量型中庸产品 哈吉斯的夹克休闲位足 产品也很纯粹 质量水准比金把的列高 但设计能力远上金把 起码从这几件衣服上看是这样 如果不喜欢太商务 各方面又有比较高要求 而价格又可以接受的 可以选择哈吉斯 比勒芬主打高尔夫休闲风格 在这个方向 它应该是国内做得最好的 产品的总体表现 也的确是比较高端 而且有运动气息 一线的品牌定位 提供的舒适度 远上另外三个品牌 喜欢这种风格 而且可以接受高价位的朋友 可以考虑入手 因为目前上架的款式 还是很少的 因此上面几个品牌的评测 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想更深入了解的朋友 可以私信我 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至于夹克的品牌推荐 可选择的太多 区别不会太大 大家放心买吧 购买力强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 Stone Island Bellstive Alpha Industries 和Bella Carta 这几个在夹克领域 特别出色的品牌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食王对你们有用 不知道我这样直接否认 吐槽某些产品或品牌 会不会有法律的风险 了解的请给我点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